东京奥运会上 李冰杰在这个项目上直播预赛 和当时相比 李冰杰有着更好的发挥 他位于第四岛 前五十米 李冰杰 王俭佳和汤姆涵 不分伯仲 不过分水岭很快到来 李冰杰发挥稳定 强势领游 第二道的辽宁队选手王俭佳 在接近三百米的时候 已经落后李冰杰快一个身位了 之后 武道的广中选手汤姆涵 紧紧追赶 顽强坚持到五百五十米过后 汤姆涵也落后了快一个身位 即使建立起了很明显的领先优势 但李冰杰丝毫没有减速的趋势 眼看着汤姆涵就要从镜头里消失了 切到飞猫视角后 李冰杰和其他选手之间的差距 更是一目了然 最终 李冰杰以九秒八七的优势 顺利夺冠 成功未免 八分17秒39的成绩 相比东京奥运会时 八分22秒49 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个成绩如果放在东京奥运会上 可以站上领奖台 我其实挺满意的 因为赛前我觉得如果发挥好的话 就是20秒左右吧 然后这成绩游出S1也非常开心 体能的话其实还好 只有我觉得因为平常训练 就是根据这个比赛节奏去练的 然后再加上如果自己说 思想不松懈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年少成名的李冰杰 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全运会了 经历过辉煌 也遭遇过低谷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 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 也一直铭记着自己的初心 我觉得还是好好练吧 然后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上 就是能为国争光 谢谢大家